Skyline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其实很高兴再能一次地跟你们分享神的话语 我觉得每一次在Skyline分享的时候 的确有一个很默切的感觉 因为可能是巴士Philip跟我的友情 而且每一次巴士Philip教导 我们每一次都是尽我们的能力 来祝福Skyline的教会 在我还没有开始的时候 我真的要希望下一次 当我们见面的时候 不是通过我们的电视机 或者是我们的computer screen 我们有个平台可以当面的 然后分享为你们祈祷 我真的相信神在疫情过后的状况里面 大家的教会都可以一起地成长 今天我真的是很感谢巴士Philip 我很感谢他的友情 而且他作为一个领袖的风范 他的想法 他的信心 他的领导的能力那边 我觉得是值得 尤其是好像我们这一代的领袖们 跟他就学习他的榜样 然后希望从此我们真的可以相信 在马来西亚我们会有更好更棒的领袖 所以我很欣赏Skyline这间教会 然后还有我的好几个朋友 也不是John 你们全部 所以真的要问候大家 今天Skyline就给我了一个体材 就是说 真言我们通过真言的眼光里面 看这个体材叫做贫穷的人 所以我今天的这个整个title message 就是不要忘记贫穷 不要忘记贫穷的人 所以在我还没有开始的时候 我真的要讲几句关于这个真言 其实当我开始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都是比较是英文版的 所以英文就叫做Proverbs 然后有一天人家告诉我 这Proverbs华文是叫真言 所以我不知道真言的怎样写法 所以那时候我一听到这个真言 我就以为就是那种真正的 the truth words 就是真言 就是没有讲片话的 所以很多时候 在我还没有明白真言的那两句的时候 我一向来就是看到神的话语 就是真理 就是真正神要跟我们所说的话 可是真言它有一个特点 它什么是特点呢 因为就是神的想法 对于一些的题材 它用最短的 可是最重要的 就好像一针见血的那种的一个态度 看一个题材 致使到在我们最短的时候 我们可以得到神 对这个题材最重要的看见 而且当我们把我们的生命调和的时候 朝着那个方向走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到神 也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动用他的工作 我记得大概几个月前 我带领了一个人信主 然后一开始那个人呢 他真的是不明白圣经里面 或者是神的想法 所以那时候他要接受了主 他就问我 他就告诉我说 他说其实我要接受主 可是在我还没有接受主的时候呢 我有几样事情 我是不能去领悟到 或者是我不能接受的 第一 为什么要圣经呢 要告诉我 我几时才可以有那种新的行为 就是practice sexual activity 他说我如果还不要接分 我可以 我为什么圣经要管理我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呢 我很不喜欢教会要给钱 他说我什么钱都不要给 可以吗 我还可以信主吗 我的鼓励给他就是说 当然你还可以信主 因为信主呢 不是关于你的钱啊 跟你的那种信心 信主呢 是你跟神的一个关系的开始 当你跟神有了关系的开始的时候呢 他会影响到我们别的价值观 我们怎样看钱 我们怎样看关于这个存接 或者是圣洁的一个看见 所以他就接受了主 然后我就介绍他 开始读真缘 这一本书 你知道吗 当他慢慢开始读真缘 这一本书的时候呢 他生命开始的改变 然后成为一个基督徒 两个月三个月过后 于是我跟他沟通 我说 其实你觉得基督徒呢 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而且你最大的改变是从那里来 他就告诉我 牧师 我最大的改变是心灵里面的改变 有很多的题材 我以前觉得不应该这样 应该这样 可是自从我认识了圣经 他给我最大的一个改变 然后你知道吗 什么给他那种旧的改变 就是真缘 这一本书 所以我很期望 当我们谈到真缘呢 无论是什么题材的时候呢 他给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呢 是最大的一个动力 最大的动力是想 神想的一个方案 或者是那个途径啊 无论是什么题材 我们明白神的心呢 是怎样看见的 今天我们谈到呢 就是贫穷 或者是穷人 这一个题材 那我要你知道 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呢 神对贫穷呢 有一定的一个思想 他有他一定的一个看见 他有他一定的一个爱心 所以如果你慢慢地读圣经呢 你可以看到呢 这个题材关于贫穷的人呢 是从创世纪 去到启示录的 几乎每一个神的经文呢 他都有告诉我们 要怎样去对待 这些比较贫穷呢 或者是marginalized的人 所以你还记得吗 尤其是出埃及记的时候呢 神很清楚地 一直地告诉以色列人 然后那时以色列人呢 因为他们是离开了埃及 他们以前是一群的那些仆人 他们不曾明白什么是 住在一个很大的色情 因为那时候价值观呢 都是埃及从那边拿到的 可是当他们出来的时候呢 就在Mount Sinai的时候呢 神就告诉了他们 他说你们现在是个新的一个团体 你们是新的一个色情 他说我要你呢 所以Exodus呢 在出埃及记第21章 第22章呢 神就告诉了 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 有好几样东西呢 尤其是说呢 当我们怎样对待那些贫穷的人呢 他一直告诉他们呢 你一定要制造空间 你可以包容他们 你可以包过他们 包容他们 在你们生命里面 直到你可以祝福他们 他说不要好像你在埃及所遭遇的对待 他说反而现在呢 你要把神的对待呢 交给我们周围旁边的人 你还记得吗 当我们去到可能就是那个Ruth Story of Ruth 就是Bowaz跟Ruth的故事的时候呢 我们有读到说呢 他们Ruth那时候呢 就在那个 刀铁那边 就撕起了那些 米啊 留下来的 就是他们收割 留下来的米 圣经呢 有一个想法 尤其是在Leviticus 他就告诉他那些 以色列的人 他说如果你去收割的时候呢 那些掉下来的刀铁 他说千万不要拿起来 因为那些是给那些不认识 或者是穷的人 这使到他们 有得到他们的供应 所以如果你看整个圣经 尤其你到新月的时候呢 你看神很重视 那些帮助穷的人 比如说Cornelius 就是《使徒行传》第九章第十章 圣经告诉我们 因为他时常祷告 而且他帮助那些穷人 他就吸引了神 神就通过他的生命 把神的福音跟彼得 传到给这些外邦人 你还记得吗 保罗本身也说 应该是加拉西书吧 Galatian 他告诉那些门徒们呢 他说当他见到使徒的时候呢 当他们对这个 这个以色列人 或者是犹太人 跟外邦人 要他们相信耶稣的时候呢 他说我们有一个空洞点 他说就是要 Remember the poor 要记得那些贫穷的人 甚至你去到新月的时候呢 你应该看得到 耶稣就告诉众人 他说呢 当我没有拥有 我没有衣服的时候 我没有事物吃的时候呢 他说你们 因为你们帮助了那些 没有事物跟没有衣服穿的人呢 你们就等于帮助了我 然后呢 起事录的时候呢 圣经反了地说 他说你们这些 你们觉得你们很有钱 你们觉得你们很富有 可是你们知道吗 当你们没有为那些穷人 帮助的时候呢 你们比这些穷人更穷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圣经 对这个全部整个穷人的看见呢 的确是在神呢 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 心灵里面的一个地方来的 然后今天呢 我们就看这个真缘 我觉得真缘呢 一共有大概30多个 不一样的经文呢 告诉我们关于这个穷人 一些是告诉如果我们穷人 我们有一些我们的困境 可是大概有十多个经文呢 是很直接的 告诉我们神对穷人的一个看见 我要给你们呢 这个真缘第14章第31节 因为这个我是觉得 把整个全部真缘的 对穷人的看见呢 最清楚的描述 神对穷人的看见 而且神对我们 要我们对穷人的看见 而且他省自给我们一些 很practical的 很实际的东西呢 怎样可以帮助这些穷人 来我们读 真缘14章第31节 圣经说呢 欺压 欺压穷人 等于侮辱造物主 就是说 如果我们欺压穷人呢 我们就侮辱了我们的神 然后他说 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对这些穷人呢 如果我们忽略了他们 而且如果我们是欺压他们 他说 是对神是一个侮辱 他说 可是呢 如果我们灵敏 他说 我们就是尊敬 我们的造物主 所以通过这个经文呢 我觉得整个真缘 他有三个最清楚的看见 第一个就是说 神真的是要照顾穷人 第二个呢 是神 祂 expect我们每一个人 祂期望我们每一个人 会祝福我们旁边的穷人 然后第三个呢 我觉得他给我们一些 很刺激的 一些的看见 我们怎样祝福这些穷人 我们从这三个观点里面 下手 然后从中我们希望 可以受到神的祝福 跟神的给我们的一个鼓励 来 第一个就是说 神 祂照顾 或者是祂看顾 这些穷人 在真元十九章十七节 他说 三代穷人等于借货给耶和华 耶和华必回报他的善心 他说当我们每次帮助穷人的时候 就好像等于帮助 就是赐给神 他说神一定会回报他的善心 所以我很感谢神 我觉得在我一个本身作为一个牧者 或者是作为一个很平凡的人 每次如果有一些的需要的时候 我们就是帮助 可能不是帮助的很多 可能是帮助的很少 可是因为我们就踏出于帮助 因为那个是神放在我们的世界的 所以多多少少 我们一定有一个的回应 这是可能在我的一个领袖 或者是一个世人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价值观 无论是少 无论是多 我们一定会踏出来 来帮助 而且每一次那么做的时候 我们就是祝福 或者是我们就荣耀我们的神 第二个看见 然后第三个看见 可能是我希望可以谈得最多的 第二个看见 就是说不只是神造就这些穷人 我觉得神祂期望 祂盼望我们每一个人 都会一样的去造就这些穷人 所以证言十四章二十一节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他很清楚的 他说如果我们照顾穷人 这个是照顾穷人的喜悦 或者是喜怒 如果是我们没有去照顾 他也给我们一些的警告 所以我给大家一些的经文 我们慢慢的读 圣经告诉我们每个人一个耳朵 所以说有时候一些贫穷的夫求 他说如果我们没有听 他说以后我们夫求 也是没有人听的 我觉得这一句证言 或者是神的话 还是很真实的 所以我鼓励我们每个兄弟姐妹 我们让神的话也感动我们 每次我们无论是去到那里 当有一些穷人的时候 我们就是回应 可能是很少的回应 可是我们还是要学习回应 因为我们正在回应他们的夫求 正元22章第16节 圣经说呢 靠压家穷人 钱财和送礼给富人的 都比穷困潦倒 他就是说 如果我们真的是负劣了穷人 或者是压毙他们 然后呢 他说如果我们就是 就是真的是一直帮助那些穷人 他说来到尾端的时候呢 我们两个都是穷人 所以事情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呢 当我们来到这一点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赚得更多 永远制造一个空间 给我们旁边 比我们没有那么富有 或者是有困难的人呢 我们踏出来去帮富人家 我觉得这个疫情的状况呢 的确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状况 所以我知道在两年的疫情的时候呢 可能从一个 无论是个私人 或者是教会的眼光里面呢 我们有一个价值观呢 就是知道有人需要的呢 我们就踏出去 我们省着从一个教会的眼光里面呢 我们就知道了一个foodbank 就是事务的银行 然后每一个月呢 几乎是算白的 我们就祝福了旁边周围 无论是什么人 所以我觉得制造那种的平台 制造那种的看见 制造那些 我们能帮到什么就帮到什么呢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回应 在这个期间呢 基隆坡也有好几个水灾的状况 每一次如果有那种状况的时候呢 我们的第一个回应是 我们可以帮助到什么 所以我觉得这个圣经很清楚的 尤其如果你读雅各书 雅各书告诉我们说呢 他说什么是最真实的一个 一个religion 就是一个跟神 最有真实跟一个神 有那个活的一个关系的 他说是一个信仰呢 那种信仰呢 就是说他们会帮助 我们作为旁边的穷人 然后最后一个经文 在我们还没有进入 第三环节的时候呢 他说 穷人欺压平民 如暴雨冲毁粮食 他说如果我是一个 我是一个君王 他说如果我真的 欺压那些平民的时候呢 这是神的一个警告 他说 本来那个雨呢 是来浇灌那某田的 使到他们的稻田 或者是他们的适量 或者是事物呢 会更加 把产业会更好 他说 可是呢 当我们有那种的心态的时候呢 他说 神是连什么粮食呢 全部都冲毁了 所以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他说 如果我们帮助穷人 贫穷的人呢 我们会得到神的祝福 因为这是属于神的一个心态 他说 如果我们没有呢 我们将会得到一个 神的一个惩罚 因为神对穷人 或者是贫穷的看见呢 的确是很真实的 然后最后一点呢 我有三个经文 我觉得这三个经文呢 都的确是很powerful 就是很有那个力量的 然后从这三个经文 我神给我们最简单的 三个最实际的方式 这样去帮助穷人 第一个 在真言二十二章第九节 圣经说呢 慷慨的人必蒙福 因他给穷人事物 我觉得英文很好 英文是 For he shares his food with the poor 他就是把他所拥有的 就分享给他们 或者是跟他们 就是祝福了他们 我觉得圣经没有告诉我们 他说你一定有很有钱 才可以祝福你周围旁边的 可能需要的 他说不需要 他说你所需要呢 就是分享 就是share 所以我告诉你一两个故事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吗 在很久以前的时候呢 我就有自己的一个restaurant 就是做吃那一行的 那时候我是做了电脑戏 然后就 我一向来就是做牧师 然后做电脑戏的时候 还是做牧师 过后我做生意 就是做吃的生意 我有一些cafe那种的 我还是做牧师 所以做牧师是我一向来 永远没有改变的 可是我有做过电脑 我有做过自己的restaurant 所以当我做吃的时候 有一天我就想说 我怎样share 我所需要的就是share 所以那时候呢 我的第一步呢 就我有一个好朋友 他有一个孤儿园 所以我那时候想法是 我怎样去跟这个孤儿园 分享或者是祝福他 所以我见到我的朋友就想说 好的 不然你一个月一次 或者是需要说呢 就把你的孩子带到我的餐厅 就吃一餐吧 所以我们就从那边的一个开始 过后呢 我就觉得 我就知道还有更大的需要 所以那时候呢 我就告诉了我的那些supplier 我的米的啦 我的肉的啦 我就鱼的 我就招了我的一些supplier 我们就吃一顿饭 然后我就告诉他说呢 其实呢 补充了有一些的孤儿园 我说这些孤儿园 如果我们可以同心合作 我说同心合作呢 没有压力的 如果你可以给一包米呢 你就给一包米 如果你可以给一只鸡 就给一只鸡 无所谓的 我说只要我们同心合作呢 我们是可以祝福 我们在补充呢 那些的一些孤儿园 所以我要你知道呢 从那天开始呢 我们每一个星期呢 就给他们尽量的 一个星期的supplier 就是祝福他们所需要的 所以有米啊 有菜啊 有鸡啊 那些不能给的呢 不足够呢 就是我们供应 所以我们就做在一起呢 就是祝福了 所以祝福了整个社区 尤其是那些孤儿园呢 都用了差不多是十年 我们就是没有停的 就是祝福他们 然后在这整个过程的时候呢 因为就是 因为开始呢 就是怎样去分享 就是怎样去share 然后有一天那时候呢 我就想到说呢 现在是 现在是我的 我的 是我 从那边开始 然后是我的supplier 我在想看 如果是不中整个社群呢 可能我们可以做得更大 所以那时候呢 我们就开始了 我们第一个叫做 Heavenly Gift Project 就是在每次圣诞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祝福 我们在补中区呢 一些穷人的地方 我们就在Mall那边 那时候的开始呢 我告诉你 只不过是一个 很小的一个地方罢了 然后那个Mall的Manager呢 就给我们 在一个旁边的地方 我们是一个 很Humble的Beginning 很谦虚的一个开始 当我们祝福这些 然后我们召集啊 然后谁经过 就问他们有没有祝福 所以社群呢 就开始慢慢地认识了我们 然后有一天 我是觉得 最感人的一幕呢 是那个Mall Manager呢 他在那边 一直看着我们 然后他看到我们的 每一个自愿者啊 都是那么虔诚地去服事 然后他就告诉我 他说明年呢 我帮你们放在 那个Central Court 因为他说 我看到你们的所做呢 我真的有那种的感动 所以明年呢 然后接下来这几年呢 接下来的那时候的那几年呢 我们就是在那个Central Court 就是在整个Mall里面的 最贵的 而且是每一个人可以看得到的 我们就在那边呢 开始我们的Heavenly GIFT Project 所以每一年呢 我们都收集了蛮多的 然后就祝福了 在补充最需要 帮助的一些的穷人去 所以当我想起 回想的时候 回顾的时候 我觉得很多时候呢 我们不用想得太远 我们可能帮助穷人的 第一步呢 就是说 How can we share 就是那么简单 我这样把我所拥有的 可能是今天 我就足了那么多 就是把一些拿出来 就是祝福给那些 所需要的 当然在这个整个疫情的时候呢 我觉得很多人 都祝福他们的God 就是这些很简单的 可是就是那么的重要的开始 然后我觉得 我们每一次share的时候呢 的确是神会用我们的一些 我们的看见 然后我们的 怎样讲呢 就是我们的五福阿谀 不是五福 sorry 我们的五报阿谀吧 就是我们的那个 很简单的 five loaves and two fishes 我们就交在神的手中 祂就可以祝福 更多更多的人 然后 第二个经文就是 真元三十一章二十节 他说 他乐于周记穷人 伸手帮助困苦者 圣经告诉我们 第一个呢 你学习share 他说第二个呢 你伸出你的手 你去帮助 每一次我们伸出神的手 伸出我们的手呢 就好像神的手呢 会去开一个新的门 直到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奇迹 正在等着我们 当然我接下来分享这个故事呢 他们其实不是穷人 可是那时候呢 他们的确在经济方面 有一些的挑战 可是最大的穷呢 可能是他们心灵里面 他们觉得他们的一个很缺乏的一个需要 这个故事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大概 我看有十八年前吧 或者是十八十五年前 那时候呢 我们的教会来了一些的中国学生 其中有两个中国学生呢 他们两个很喜欢唱歌 而且他们那时候才开始信主 然后很喜欢唱歌 是因为喜欢唱歌呢 才来到教会吧 然后我知道他们 有一次他们不能回中国 因为就是不够那个金钱 然后我那时候我就蛮可怜他们 我就讲说 农历新年 你们没有到回国 是很伤心的 我说不如你们来我的家 跟我们一起吃团圆饭 然后那时候我爸爸还在 而且爸爸呢 就很喜欢听华语的歌 这两个姐姐跟妹妹呢 其实他们是双生的 他们就很爱唱歌 我说你们来我的家 帮我爸爸唱一首歌 我们一起过新年吧 所以他们就来到我的家 然后爸爸也很高兴 他们也很高兴 所以接下来的大概两三年呢 他们就是每个努力新年 都来我的家 然后就给我们吃个团圆饭 就好像成为我们的一分子这么一样 然后这个两个姐妹呢 他们经过了风风雨雨 他的爸爸呢 生意失败 然后神的祝福啊 神的突破啊 可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两个人呢 他们信主了呢 就慢慢的成熟 慢慢的成长 大概六七年前 他们就回了中国 然后当然他们也是 生命有很大的挑战 可是他们慢慢的 慢慢的好 然后他们的也各自的结分啊 然后妈妈那时候 也是一个很垂伤 或者是很忧伤的一个状况呢 也是因为靠着神的恩典 妈妈也接受了主 我觉得最感人的一幕呢 对我来说是大概三年前吧 然后我去到了中国 然后因为我们很久没有见面了 所以我就拿到了他们的联络 我说我们就当天就吃个晚餐 然后这个可能是隔天 我一早就要飞回马来西亚 所以最后一个晚餐呢 我就特地了抽出这些时间吧 在我们吃完那个晚餐过后呢 他们两个姐妹就送我跟我的太太 那时候去到去坐那个taxi 然后在我们还没有进入那个车的时候呢 这个两个姐妹 然后那时候跟他们的丈夫啊 跟他们的孩子啊 抱着一个baby啊 他们两个人突然间就 就emotional 就哭起来 然后他们就告诉我跟我的太太 他们所说的话呢 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他们就留作眼泪 他们就说 他说牧师 我要你知道 几年前 你所为我们所做的 你的爱 你的福音 改变了我们两个人 不只是改变了我们两个人 改变了我们周围所有的人 我的丈夫接受了主 我的妈妈垂伤 忧伤 甚至有一次要自杀 她认识了主 改变了她的生命 所以他们就慢慢地描述 不只是我们生命的改变 我们周围旁边的朋友 我们的亲戚 生命的改变 都是因为 谢谢你帮助传福音 然后两个人就等着我们说 牧师 你一定要跟我们喜诺 就是说呢 千万不要停止传神的福音 然后他们就流着眼泪 然后跟我们说个哉心 我觉得那个整个的画面 当然他们流泪过后 我跟我太太也流泪 那个整个画面很感人 因为那个画面是两个人 很真心的 从他们的心灵里面 他们所经过的 他们说 牧师不要停止 把神的爱 传达给每一个人 所以我要你知道 圣经告诉我们 每一次我们打开我们的心肠 我们伸出我们的手 你不知道 神会通过我们的 很简单的做法 我最简单的做法 就是把这两个姐妹 带进我们的团圆饭 就吃那一餐饭 然后就好好的 过了一个新年 可是没有人知道 他们生命的改变 甚至改变到 他们旁边的 每一个人的生命 最后一个经文 圣经告诉我们 在真言三十一章第九节 他说 你要发言 立功审判 为贫穷困苦者 主持公道 所以第一个是说 你要跟他们分享 你说用个人 就束缚他们 第二个他说 你伸出你的手 把他们带进你的圈子 第三个他说 你要为困苦的人 主持公道 就是 You speak for them 我觉得这个是很刺激 我们每一个可以做得到的 你的公司 将会有一些人 他们正在被欺压 压迫 你就是站出来 为他们所化 就是那么简单 在我们的整个 做这个 祝福贫穷的社区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地方 叫做布萨萨玛萨玛 就是我们 我们在一个穷人的区里面 我们有一个 有一个center 然后那边我们有教导 有教育 有这个事务银行 有在一个很马来 跟印度区的 那个整个 跟他们是一起的 所以我们有我们的 志愿者 我们有我们教会的 服侍人 全部就是跟他们 打成一片的 现在呢 其实他也越做得越大 所以我们也有一些公司 跟我们参与我们 跟我们去祝福 这个整个的社群 我记得呢 因为我们帮助他们 有一次呢 因为我们是 处置于一个 是个教会一分子的吧 所以每几年呢 我们都有那些回音 因为他们是回教徒嘛 他们就会讲说 这个教会呢 就是用这个方式 来传福音啊 所以突然间 听到教会的时候呢 他们 他们的这一群们呢 又再会 会缩起来啦 然后就 不要再参与我们的 我们的整个的动态 然后我记得 有一次的时候呢 我们又进入那种的 一个环节 就是他们开始 不要参与我们的动态 然后我记得 在那个时候的时候呢 有好几个马来家庭 他们站起来 为我们说话 他们站起来 就告诉他们社群的人呢 他们说 其实这个呢 他们是个 他是个牧师 这个工人 也是属于教会 可是他们 不曾一次 跟我们传道 他们只不过是 帮助我们 爱我们 跟我们走在一起 我还记得 当他们站起来的时候呢 然后为我们 主持公道的时候呢 我就想说呢 当我们为穷人 主持公道 公道的时候呢 有一天 我真的相信呢 他们也会站起来 为我们主持公道 所以我要鼓励 我们每一个听众 神的话语呢 他给我们一个 很设计的一个 做法 他说 我们只要分享 share the food 他说 extend your hand 就是把你的手 伸出来 去祝福你 作为旁边的每一个人 然后第三点呢 他说 你主持公道 你为他们 你为他们说话 或者是 你站出来 你把他们 没有声音呢 为他们 告诉给 那些应该听到 他们的声音 他说 当你那么 很实际的 就是做这几样 东西的时候呢 神的祝福 神会与我们 同在 我的鼓励呢 是两个范围 一个是 我们每一个人 从一个个人方式 个人方式呢 可能就是 你的工作方面 在你的地区呢 神会把一些 可能是 比较不幸运的人 带到你的圈子里面 你祝福他们 从一个教会那边呢 我知道 Skyline呢 有做各样的东西 祝福那些 真的是需要 神的帮助的 那些的社区们 你继续的 就是通过神的话语 就是那么简单 一直走出 从一个个人 从一个教会的 就是慢慢走出 这一条途径呢 神要我们 通过神的福音 祝福到我们 旁边 周围 不认识神 而且是属于穷人的 让神的福音呢 可以进入到 他们的圈子里面 你还记得吗 当耶稣来的时候呢 他告诉大家 说神的福音呢 通过神的圣灵呢 他说把福音 传达给这些 所需要 听被祝福的人群们 所以我鼓励 我们每一个兄弟姐妹 这是我们的心态 神的话语呢 我们继续 让神的话语 召救我们每一个人 活出神的真理 让我为你们 做一个很简单的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 经过 真缘所告诉我们 你对穷人的一个看见 你对我们每一个人 你要我们每一个人 对穷人呢 有一定的看见 就是把你的心态 活出来 神啊 当我们很设计的 跟分享 我们所拥有的 很设计的 就是把我们手 伸出来来祝福 最后呢 就是为那些 没有声音的人 伸缘的时候呢 神啊 我很感谢你 因为每次 我们就是把我们的 五饼鹅鱼 放在你的手中的时候呢 神 你就会祝福 更多更多的人群 让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个祝福 一个贫穷的人的时候呢 主耶稣 它有一个 Ripple Effect 它有一个 一个Domino Effect 就是说 会导致到 有更多的人 可以得到 你的祝福 然后可以看到 你的荣耀 把你的福音 传达 进入那些 不认识 你的人 我们这样 简单地祷告 我们 祝福 Skyline 我们谈 Skyline KK 的 整个的社区们 我们这样简单 祷告 奉耶稣的名求 Amen Amen 神祝福大家 我们感谢 Pastor Timothy 这么有深度 及这么有意义的步道 那在线上的弟兄姐妹 如果您今天 听到这个步道 对您有所感触的话 我们诚挚地邀请您 一起来接受我们的主 参与我们这个大家庭 那接下来的经文 我们来邀请主 进入到我们的心里 那我们的经文 我们念一句 您也跟着念一句 亲爱的天父 谢谢您如此地爱我 感谢您拆判您的爱子 耶稣基督 为我死在十字架上 为着救赎我 祂的宝血 洗尽我所有的罪 您使祂从死里复活 祂今天还活着 而我所有的罪 都被赦免了 我因着耶稣的宝血 而称义 我在主的恩典里 感谢天父 恩典慈爱 必永远随着我 这样的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求 Amen Amen 最后欢迎您 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 很恭喜您 壮志的来跟随耶稣 您可以扫描以下的二维码 我们将会与您联系 让我们跟你一起开启 这个全新的旅程 那如果您有想要知道 更多的资讯 您可以浏览我们下面的网站 www.skylinesib.com Next Step 那如果您想在这个教会了解更多 或是第一次参与我们的 我们欢迎您扫描这个二维码 您有任何的祷告需求 或者见证的分享 或者甚至想报名我们各个课程 包括Ray妈 都欢迎您扫描这个二维码 我们将会有人与您联系 那我们今天的崇拜就到这边 我们下周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